看北京冬奥会有哪个瞬间让你意识到这是真正的科技冬奥 是开幕式的五环从兵力方中破冰而出 还是冰丝带旁风吹电车的猎豹摄像机 或是金章线上世界狩猎无人驾驶的高铁 黑科技点亮冬奥会 在未来我们还能怎样看比赛 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2022年北京冬奥会已经圆满落下帷幕 为期16天的赛事让全球观众享受了一场充满激情的冰雪盛宴 精彩的体育赛事背后离不开科技创新的主力 在本届冬奥会的筹办和举办过程中 科技冬奥成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提出的愿景之一 科技创新为中国冰雪运动发展提供了巨大的驱动力 各式各样的新科技在赛事转播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背后也隐藏了巨大的科技力量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处VR产品体验区 体验者正在通过VR设备观看冬奥体育赛事 在北京2022冬奥会期间 央视频筹备已久的VR看冬奥产品正式推出 戴上VR设备就可以360度观看8K全景赛事直播 感觉挺不一样的 就是你可以比较主动的去选择不一样的视角 去观看这个赛事 然后和运动员就身临其境 他可能就在你眼边就滑过去了 还有运动员的第一视角 这个是挺刺激的 因为我们就是普通人 就是通过这个VR可以感受到运动员在赛场上的这个第一视角身临其境 当我们打开央视频VR应用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全景冬奥赛事的观赛房间 随后可以挑选想要收看的比赛 在观赛过程中可以选择观众席固定视角观看 也可以化身运动员第一视角 亲自上场体验属于运动员的高光时刻 这个应该是在运动员的头盔上 它是佩戴了这样一个VR的摄像机 然后随着运动员从高处滑落 然后整个记录这样一个过程 在直播比赛时候可能不会有这样的视角 但是它会有多机位的呈现 冬奥VR赛事的直播是分别有五台VR180度摄像机 和一台VR360度摄像机沉浸式现场拍摄的 再通过现场制作团队的导演 在导播台实时切换而输入高质量的主录VR直播信号 让观众能够实时通过VR设备收看体育赛事的直播 除了360度VR带来的沉浸式观赛体验 如今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开始支持观众 用更自由更随心的方式观看比赛 2020年10月 随着一趟舞蹈类综艺节目的开播 自由视角技术走入了大众视野 让观众们领略了时间定格模式下 演员360度的精彩风暴时刻 这也是华为高新视频解决方案 在演艺界的正式亮相 随后华为融合视频研发团队 又历时一年时间 研发了高新视频智慧观赛系统 打破了传统的观赛模式 让用户可以360度任意选择观赛角度 全方位欣赏体育比赛 那么以后观众在家里看一场比赛 比方说我举例来说 这是14运动会当中的乒乓球比赛 那么观众在家里面可以通过这样一个遥控器 在观看直播的过程当中 来进行360度的角度的不同角度的切换 可以给观众提供一个360度全景的观看体验 同时在观看过程当中可以暂停 进入一个子弹时间 那么观众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个揭发球的动作 它是怎么样形成的 在第14届全运会中 华为与产业各方合作 将华为高新视频解决方案应用于一系列比赛项目中 为全国观众提供精彩瞬间 自由视角 多视角等全新观赛体验 观众还可以通过控制遥控器 即可随心变换视角 不再受限于导播台官方视角 真正的个性化观赛 那么我们在现场需要部署非常多的机位 可以超过100多台相机机位 不同的机位是拍摄不同的角度 同时通过现场的网络 将不同机位拍摄下来的直播信号 传输给我们在现场部署的BN计算系统 有BN计算系统在现场进行实施的信号的处理 当观众在欣赏精彩绝伦的冬奥会赛事节目 聆听冬奥精彩解说时 电视媒体也不断将创新科技投入到奥运转播中 刘蒂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技术局网络运行部主任 他正和团队一起紧盯着后台控制系统 屏幕的对面即将进行一场特殊的直播 从镜头中您可能看不出 我身后的这个演播室和普通的演播室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当我们把摄像机转向我身边的车窗 您就会发现我们的演播室正在以 3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高速的向前行进当中 同时演播室当中的节目也正在实时的向全球直播 这场直播与以往不同 这次是在一辆高速行驶的高铁车厢内进行的 2022年1月6日 北京冬奥列车即高铁5G超高清演播室 在京章高铁清河站上线 成为全球首个在高速列车上 依托5G技术打造超高清直播演播室 在高速行驶的高铁上 实现超高清信号的长时间稳定传输 格外关键 留地带领的工作小组 开始为此解决各项技术难题 在这么高速运动下 能保证一个很好的一个稳定传输都不容易了 如果再要去实现一个这么高马率的 一个视频节目传输 其实真是一个难题 京章高铁最后从清河站到太子城站 总共160公里 中间还有9个隧道 三个生平杖 您也知道这个隧道和生平杖 对这个无线电信号的穿透 也是非常大的挑战 为了保证高铁演播室信号传输高速稳定 列车内部安装了数据模块 5G机柜 车顶配有5G信号发射装置 通过技术升级 列车运行期间 因频繁切换基站造成信号中断 岩石等现象也得以优化 在这一条全程近200公里的奥运干线上 为350公里时速的复兴号提供高质量的5G通信 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堪称 我们通过车顶天线最大限度的提高了信号的强度 从200兆5G带宽中切除专门的100兆独立载波 专供央视使用 实现了复兴号上波奥运 确保万无一失的机制体验 并且本次冬奥会上首次应用的IPv6加技术 通过网络切片 分段路由 食言调优等能力 为北京冬奥转播提供高品质的网络服务 过去为满足比赛直播 媒体报道 工作人员通讯 现场观众和运动员上网等多元需求 要部署多张网络才可以 那样成本高 维护难度也大 而最新的IPv6加技术 可以把一张网络切成不同的专用通道 就好比把一条公路划分成了不同的车道 不同功能的车 行驶在自己的专属道路上 这样一来 既提高了时速 相互之间又有安全隔离 不会相互影响 在这个节目播出以后 完了我也看国外网友的一些反馈 中国的5G 真的是包括超高清 包括咱们的高铁 真的是 一下子给人家 不光是给咱们台提供了一个 就是节目制作的一个 创新的一个平台 更重要的是 向国外提供了一个 就是咱们高铁技术 5G技术 超级技术的一个展示平台 在本届冬奥会上 电视转播通过各项创新科技 极大的增加了电视画面的表现力 其中8K技术 成为本届冬奥会报道的标志性技术 实现了全球首次 规模化应用8K技术 进行冬奥会开闭幕式直播和重点赛事报道 同时 百成千屏活动的开展下 通过新建或引导改造国内大屏 为4K 8K超高清大屏 将8K超高清节目 推送到全国各地的大屏上 让广大市民真正体验到了 8K超高清的魅力 目前我们落地的有34个地区 然后全国一共铺了大概有120多块大屏 现在我们8K超高清频道 随着1月24号正式开播之后 将这个超高清信号向下游输送 现在基本上120多个大屏都能够收到 我们现在CTV 8K超高清频道所播出的信号 这个信号在开播之后 包括像春晚 像冬奥会 其实一直都在进行直播 那么其实观众也可以通过大屏上 直接直观地体验到赛事 所为各位观众带来的 极致的这种视觉上的体验 为了更好地呈现这场体育盛事 本届冬奥会开幕式期间 全国各地通过百成千屏活动 全方位展示了8K产业 在信号采集 现场直播 信号传输和终端显示 等方面的技术和产品 可以说8K技术带给观众 有史以来最清晰的冬奥会 并且央视8K超高清直播 率先实现了IP化直播 数千路无压缩的 8K超高清信号的无阻色调度 专用通道实现信号流隔离 以保障传输稳定性 你像咱们冬奥经常就是白白的雪地 然后上面是蓝蓝的天空 如果一个人在上面飞舞的话 最能展现的其实就是一个高动态 它在整个的动态范围 以及我们的色域范围之内 展现的最好的画面 让人更清晰 再加上高的帧率 让他的运动显得更流畅 所以这个就是超高清带来的很大的好处 在冬奥会速滑比赛中 顶尖运动员速度能达到每秒近19.5米 约等于时速70公里 因此速度滑冰也被称为 是在不借助外力情况下 世界上最快的运动 速滑转播实际上是冰上转播里面的 一个我们叫天花板级别 就对基础要求 是一个天花板级别的一个转播 它对设备的要求 对操作人员的要求都非常高 因为速度太快了 为了更完美地记录 这项运动的精彩瞬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决定 研发一款新型的特种摄像系统 在转播录制时 与运动员保持速度上的实时同步 让画面效果更具冲击力 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特种设备科的负责人 赵伟带领团队 着手研发了一种专门用于 拍摄大到速滑的特种摄像系统 猎豹 因为运动员以60公里的速度 在一个弯道上 在内弯上转弯 那我们的高速轨道 实际在它的外面 大概5米的位置 那这个位置上 我们的要跟它同样角速度 我们的限速度 可能要达到70公里到80公里 为了让猎豹达到 冬奥会速滑比赛的拍摄要求 赵伟带领团队 在单位的地下车库里 对猎豹反复进行技术测试 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设计 这个由陀螺仪轨道车 和360米长U型轨道 一起组成的庞大设备 逐渐达到了拍摄标准 2021年3月 在相约北京测试赛上 猎豹超高速4K轨道 摄像机系统首次亮相 在比赛现场进行了实地测试 那真正奥运会的时候 那所有的运动员 都是国际级的运动员 都是奥运会水平 顶级运动员 而且你也看到 冰四赛不断地在破纪录 那他们的这些速度 我们的轨道 能不能真的跟得上 能不能拍得到 能不能稳得住 这我们当时都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准备 我们做了很多的技术储备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 真正跟运动员合跑过 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开幕 猎豹超高速4K轨道摄像机系统 终于登上了冬奥赛事的舞台 他以每秒25米的速度 相当于90公里的时速 在360米长的U型轨道上奔跑 密切跟踪运动员 清晰地记录下运动员的一举移动 还可根据直播需要 实现加速 减速和超越等动作 更灵活地捕捉速滑中的各种场面 高丁宇那一次是男子500米 然后高丁宇夺冠 那也是整个速滑的最快速度 因为男子500米在速滑比赛里面 是最快速度 能够出现极限速度 我一直在电视机前捏着一把汗 就是我们到底能不能跟得上 拍得到 稳得住 最后非常满意 非常理想 随着比赛的进行 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动态画面 让观众感受到了全新的观赛体验 猎豹也成为了赛场上的网红 可以说奥运会本身 也是摄影技术的赛场 而北京冬奥会期间 高速摄像机之所以能够让大众为之自豪 正与其展现出的技术创新能力 是分不开的 在本次冬奥会的奥运村中 一些特殊的工作人员也火了起来 机器人可以当厨师 为运动员们制作可口的饭食 并且提供送餐到桌的服务 只要有机器人工作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各国运动员举起手机取景拍照 我们来这里吃饭就是为了体验智能餐厅 已经来了四五次了 每次都像看科幻电影一样 从一开始的机器人炒菜 直到菜被送上桌面 这是我第四次参加奥运会了 之前没有过这种用餐体验 所以感觉很有趣 很特别 我感觉味道好极了 吃了一些鱼和花椰菜 火候合适 香浓可口 我们还拍了视频 大家都很喜欢 很开心 这样的工作机器人 奥运村外的餐厅 酒店 也可以看到他们心情工作的身影 那么现在这种工作型机器人 在研发创新上是不是有了新进展呢 把机器人和云的技术进行融合 把机器人升级为云原声的机器人 那比如说呢 我们的机器人发现一个物体 或听到一个声音 我们会采用机器人的视觉技术 或者是听觉技术 那么它识别这个物体是什么 或者是它识别这个语音是什么意思 可能会使用人工智能的识别技术 还有我们的这个人工语言的 自然语言的识别技术 那么同时呢 这个机器人他自己下一步要执行什么动作 那么会使用我们的这个推理的技术 还有一些模型的技术 机器人工作的背后是原上技术的支撑 这种技术很多的互联网公司 都在研发和应用 但是想要使机器人的工作精准度更高 并且进行一些交互共享以及仿真 这就需要原上技术 提供强大的算力支持和数率支持 使机器人进行快速的进化 更加的智能 现在的机器人技术也用于我们说的运动员的训练 那么它其实可以通过结合我们的穿戴传感技术 还有我们的高清多方摄像技术 再加上无音机跟踪技术 是可以把全面的训练场的数据 都导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系统里面 然后可以全面地分析 同时给予正确的建议 那除了体能训练我们说的 那么在教育或者是在物流 在其实生活中的分分面面 其实都有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的使用场景 国际奥委会官方数据显示 本次北京冬奥会是数字化参与程度最高的一届冬奥会 这也是冬奥会第一次在云端实现 电视和网络实时转播 体育赛事转播是观众们坐在家里 就可以看到真实的比赛现场 无限接近现场环境 在这届冬奥会之前 转播的工作流是现场搭建近千台服务器 PC机等IT设备 支持剪辑制作 再通过卫星车载基站 flyaway等移动卫星上行设备 把节目信号传送上天 借助通学卫星传输到世界各地 这套复杂的大型装置 往往需要两到三年才能打建完成 由于每届奥运会地址变迁 难免费事耗力 反复拆建 但是今年冬奥会 借助全新启动的云计算技术 彻底转变了转播技术的工作流 现场画面直接上云 再通过数据中心 直接到达世界各地各国的媒体人员 只需要接入云端 就可以远程完成剪辑包装制作等工作 通过云转播 我们可以更加方便地 实时地把我们冬奥会的 精彩的比赛的赛事 通过云端进行传输 这个也确实是为了一些 中小的一些持权转播商的 整个的电视的转播的服务 也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北京冬奥会全面上云 不仅提升了北京冬奥会的转播效率 并且提供了更多创新能力 云上转播能够更好地 与AI 3D建模等技术相结合 可以通过对多极位信号的分析 和3D建模 形成类似子弹时间的特效样式转播 现在的话 我们可以用AI的技术 去做这个钢的定级 大大的去改进生产的效率 以及工人的体验 以后的话 云上其实是更加的融合的一个过程 云上的技术 其实存在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只要是跟互联网有关 其背后都有云上技术的支持 云上的技术 也正在迅速改变我们的生活 2022年2月4日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全世界的目光会聚在鸟巢 为了给收看开幕式的观众 带来精彩的转播 央视频的工作人员 在导播台前坚守岗位 还记得观看冬奥会看幕式时 从鸟巢上方飘落的雪花吗 每个国家化作一片雪花 来到冬奥会场馆 体验感和参与感瞬间拉满 与此同时 超过1500万的观众 化身数字雪花 以科技感十足的方式 飘进了冬奥会的开幕式现场 在1月5号呢 当天倒计时30天 我们是上线了这个 我们的数字雪花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特别打通了 很多人因为现在 受到了时空的限制 不能来到真正的北京 冬奥开幕式现场 拥有雪花见证荣耀 就是希望大家能成为 数字雪花的同时 也强化用户的这种身份感 和荣誉感 在央视频APP 领取数字雪花身份后 点击飘进我的冬奥开幕式按钮 就可以获得专属参与冬奥特别视频 沉浸式感受冬奥魅力 以特别的方式 为冰雪盛会助力天才 而这不仅是一次新的体验 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首先想要还原 这个非常具有艺术效果的 冰晶式的用户体验 其实就需要比较强的艺术设计 然后三维的这种的绘制设计 然后以及对于冰晶的这些模块的 这个重新整合 包括因为要给每个人 去体现出一个不差异化的这个场景 想要呈现出预期的效果 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 从定制雪花开始 AI的图像识别功能 能够精准识别用户照片中的人脸 从而打造专属雪花 可以这么说 从生成雪花到飘落再到存储 每一个步骤都凝聚着尖端科技的力量 那么整个的这个项目呢 是基于华为云的Meta Studio的 这个数字内容生产线打造 采用了3D建模的这么一个技术 那么这个技术呢 它最终实现了就是雪花 飘进这个鸟潮开幕式场馆的 这样的一种艺术效果 我们提供了云渲染的技术 和超过30万核的这个算力的这个支援 数字雪花的这个特别证书 那么这个证书呢 它是通过这个区块链的技术来实现的 那么可以将用户的这个ID 跟华为的这个花瓣链的技术结合 能够保证我们用户的这个数字身份的微信 并且呢在数字世界中 能够永久的去保存这个数字 这个用户的数字资产 通过强大的圆计算 区块链等技术的运用 使得数字雪花呈现出完美的效果 通过构建数字化场景 让全球的人们打破时空限制 共同拥抱冰雪盛宴 数字雪花最大的意义 实际上我认为是帮助我们 去开启了一个原宇宙的大门 来告诉我们 未来在技术和商业的不断成熟下 可能我们的用户体验会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你可以在我们的虚拟场中 进行这个滑雪 你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场中 进行一些物品的交换 包括进行交友 其实你可以认为说 数字雪花项目 实际上是我们在原宇宙 这个场中一个探索和试验 原宇宙则是当下最火的科技视角 它实际上是实现了通过AR VR等前端接入设备 加上后端媒体处理和云上的计算和渲染能力 实现了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的一个印象 两个世界互动并结合在一起 在虚拟世界中 可以把世界各地的场景来一个一比一的映射 在我们的虚拟世界中前往各地旅游 让用户有身临其境的体验感 我认为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 那我认为这块实际上是取决于说 我们技术的快速的迭代 以及我们场景的快速落地 它两个因素会加速它这个实际的落地 对 从我来看的话 可能如果乐观来讲两到三年 今年春季会流行哪些色彩 服装市场里又有什么最新爆款 渣染 醋酸 真丝小皱 这些新面料可以呈现出什么效果 服饰搭配又有哪些讲究 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